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我们相信乌克兰人民能够解决好国家面临的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了有关的消息 我们希望有关的各方都应该共同致力于缓和 朝鲜半岛的局势来共同的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了2013年度国度的人权报告 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再次进行无理的指责 那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怎么样 中国人民是最有发源权 美国呢总是喜欢对别国的事情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 对自己的事情却只字不提 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我们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同其他国家就有人权问题 开展交流对话 但坚决反对 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的内政 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 发布了美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 它的目的就是想让世人看一看 美国这个想做人权教师爷的国家 它的资质到底是如何 据媒体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建议